吴妮娜 民兵长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开始带你来关心台风的动态 中央据象局表示 中度台风杜苏瑞过去三个小时强度略微减弱 那么暴风圈略微也缩小 不过预估午后的暴风圈会接触本岛 越晚风雨势越大 那么花冬也要提防大豪雨 而花林县政府也在26号的下午召开了灾前整备的会议 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瑞 26日下午位于俄网比南方海面 受地形影响 台风中心与吕宋岛北方近海滞流打转 将微微转弯 沿台湾西南方近海北上 暴风圈已逐渐进入台湾南端近海 预计周三下午登陆 周三晚上到周四将更接近台湾 风雨最明显 它目前的位置大概就在吕宋岛北边的一个情形 未来它会朝着西北的方向开始慢慢的加速 但是它速度也不是很快 我们可以看到到明天中午11点的时候 它还在大概在恒春的西南方 大概100公里吧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到明天中午的时候 花莲大概就会跨到 花莲的南部 大概就会进入它的暴风半径里面 然后整个还是因为它也是一个逆时针的 所以我们在花莲这个地方 可能明天的雨还是蛮大的一个情形 所以明天我们还是要注意雨的情形 所以未来这个台风走向 如果它更缓慢一点 然后时间已经拉得更长一点点 我们其实花莲会下的雨会更多一点点 未来它的降雨分布 大概还是在整个东部 像我们刚才看到了一大回波路的一个情形 从宜兰花莲台东 一直到恒春半岛 大概就是这个范围里面 然后我们看每6小时的降雨情形 大概都还是蛮高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降雨 大概6小时大概都快要有100公里的那个情形 所以未来的24小时 其实整个雨量看起来还是蛮多的 但也是比较偏向于花莲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在极直上面 有在玉里瑞穗玉里 附里附近下的雨其实蛮大的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地方 大概就在星辰跟秀林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花莲其实雨量都还蛮多的一个情形 尽管都数类强度略微减弱 且暴风圈略微缩小 不过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气象局针对花东也发布大侯与警戒 花莲线在它应变中心 于26日下午开设并召开灾前整备会议 也宣布花莲线26日晚上6点起至27日停班停课 还请民众留意台风动向和自身安全 介绍长邦彦大华莲报导 好 感谢观看